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给大家简介一下 在AMD Rhythm Mini电脑上部署本地大语言模型 7840HS和8845HS都号称AIPC 都有NPU 一个有10T OPS的算力 一个有16T OPS的算力 既然有都有了 那么咱不能让它闲着 首先我们要进入BIOS 在这里打开IPU 如果BIOS里没有这个选项 就吹吹厂家升级BIOS吧 进入Windows设备管理器 多了一个IPU device 如果没有这个 并不代表你就不能使用本地大模型 只是BIOS没升级 不能在设备管理器看到它而已 我们在浏览器中打开AMD官方的Rhythm AIPC和 Radeon 7000显卡的本地大语言模型的安装指南 一步步照做就可以了 第一步我们要下载LM Studio 这是一个免费的桌面运行大模型的工具软件 点击它进入下载界面 有MacOS Windows Linux版本 咱们下载Windows版本 第二步直接运行下载下来的LM Studio 直接进入了软件界面 第三步稍微复杂点 官方推荐这两家大模型 一家是欧洲的Misterio 7B 一家是Meta的LM2 7B 7B就是70亿参数训练出来的大语言模型 我们选择Meta这个 那么首先先拷贝这一串制服 转到AM Studio 点击搜索栏 在顶部粘贴 这个软件有个小bug 右键不管用 所以直接快捷键Ctrl V粘贴 点击勾来搜索 就是它了 第四步 咱们点击它 看右边 出来一串模型文件 咱们Rhythm AIPC 只能下载Q4KM模型文件 就是这个了 点击它就开始下载了 我们已经下载过了 这里就显示绿色的已下载 下载完之后 第五步 咱们就到聊天栏里 选中下载的模型 它就开始加载了 OK 我们可以开始聊天了 Meta这个Lama2 7B 只能用英文聊 好了 我们通过以上五步安装 就在本地部署好了7B大模型 和Lama2多聊几句 看来它还是比较谨慎的 问它如何做饺子 这个问题它会啊 不能用中文聊天比较尬 我们下载这个欧洲的 Misterial 7B大语言模型 据说它会中文 同样必须下载Q4KM模型文件 对了 Misterial 7B 还有一个16K版本的模型文件 也可以下载这一个 我们来问它一些中文地理常识 看看它会吗 简直狗屁不通啊 几乎都是自由发挥到姥姥家去了 打开微软CopyNet 问同样的问题 TOP太多了 看来历史人文地理等社会科学 不是Misterial 7B的强项 我们让它用C++语言编写程序 对比一下CopyNet 编写的 咋觉得本地大模型也不差啊 要在AMD迷你电脑上运行 本地大模型 目前只能在带有780M核显的 AMD最新两代锐人CPU上才行 比如7840HS 7940HS 还有最新的8845HS 大家如果手头已经有了这些小主机 不妨试一下哈 反正来都来了 不用白不用 小主机钱都付过了嘛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